罢工停驶有一个多月之久的宜兰客运公司 昨天晚上突然宣布结束营业 并且把所有员工要全部自浅 这已经引起了宜兰客运产业工会 为生怕自己的权益会受到损害 因劳资纠纷而造成罢工停驶搬车 一个多月的宜兰客运公司 突然在昨天晚上宣布 因为财务困难无法继续营运 远动转让经营权 并且以劳基法自浅公司全部的员工 宜兰客运公会今天看到公告之后 员工们各个感到讶异 部分的干部立即商讨阴影的对策 据了解宜兰客运员工 原本打算按照县政府的劳资仲裁会议 计划在今天恢复上班 并且定于10月1号恢复行驶县内各路线的搬车 但是宜兰客运公司突然公告结束营运 资浅全部员工 使得已经因罢工而停驶56天的客运搬车 恢复行驶没有希望 使得宜兰县民的交通运输权益受到很大的损害 员工们今天同时希望县政府能够出面协调 以保障他们的工作权 照顾向上车 报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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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報告 报告 capable